大家好,我是阿勇,本期视频分享到鸭血牛肉豆腐宝 首先准备800克的牛肉,先改刀把牛肉切成小方块 切好后,我们放到碗中 我们给碗中加入少许的清水,把这个牛肉泡一泡,泡出这个牛肉中的血水 15分钟后,我们起锅添水,牛肉凉水入锅 我们给里头加入15毫升左右的白酒去形提味 水滚开后,我们撇去浮沫 在煮上一分钟后,我们控水捞出,放到温水中 清洗掉牛肉表面的杂质与浮沫 准备大蒜几个,切成大粒 生姜少许切片 准备蒜苗叶少许,我们把它改刀切段 压血一块,改刀切成片,片不要切得太薄 太薄的话,等于入锅煮的时候容易碎 下面呢,再准备了冬豆腐400克 起一个砂锅,锅里加入少许的花生油,放入几粒冰糖 看到冰糖下方有焦糖色的时候,我们倒入料头和豆瓣酱炒香 出香之后呢,我们倒入牛肉 翻炒均匀后,我们加入少许的生抽 再次翻炒后,加入少许的黄酒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曲心提味 下面呢,我们给里头加入清水 水要多加一些 汤汁滚开后呢,我们关小火 盖上盖子,焖煮上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后,我们切开盖子 这个牛肉呢,其实已经炖熟了 下面呢,我们倒入冻豆腐 为什么要用这个冻豆腐 这个豆腐在炖煮的时候呢,可以更好的吸饱汤汁 吃到嘴里会更香 下面我们再往里加入一颗食盐 食盐不要加太多 因为豆瓣酱本身就是咸的 然后呢,我们把切好的鸭血呢,也倒入进来 中小火烧开 炖煮上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后,我们倒入蒜苗段 再煮上一分钟 蒜苗段出香后呢 这样一道鸭血牛肉豆腐堡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更多加上菜,请收藏点赞 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带给您不同的美食分享